请订阅八段感,这里有一个照片 听见Kino说,上举下放都有不同的原因 我记得医生们介绍过运动 我知道很多公公婆婆在公园里做运动 这也是运动的一种 其实很辛苦 我曾经试过玩瑜伽 我认为有某些肌肉 怎料我做一个很简单的动作震动 我旁边的瘦满满满很自然很轻松 我做到夹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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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真的很辛苦 我先讲八段感 看似简单 其实运动量是怎样去理解呢 你这个问题找得非常好 因为当我们引入八段感 做一个治疗媒介 其实其中一个好处 譬如我刚才所说 我们国家推荐的四套健身器皱 为什么八段感是最多人去练 当中其实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和你刚才问的问题 很有相关 就是运动的强度 其实四套健身器皱 八段感的强度是最低的 正式来说 在运动学上 是属于低至中度 大概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刷着八段感的时候 当然我们主张你刷着弓的时候 其实是不会说话 但如果你正在刷着弓的时候 而你有说话的时候 其实你是依然可以流畅 唱顺说话的 显示就是这个运动的强度 就是属于低至中度 如果譬如我们做其他类型的运动 例如一些快的跑动 或者一些深层次的伸展 可能我们做的过程里面 我们运动的运动都可以 因为那些强度就属于中至高度 所以八段感 其实八段感 这么多年以来 比较累积来说 比较多人去集联 或者一些研究 集中都会比较是中老年人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 那个运动强度 是他们大多数是可以应付的 所以譬如你刚才提及过一些老人家 其实老人家绝对都很适合去耍八段感 因为他的动作当然 只要有一个合资格的辅导员去教导下 其实绝大多数老人家 其实都可以耍到整套功法出来 这是运动强度的八段感 优胜之处 如果我们有些情绪的问题 例如比较不开心 你知道有时真的懒得下街 甚至已经去到一个 我们要见一下医生 在吃药 有时感觉上 就是自表不自本 吃着药 我不喜欢吃一生吗 在治疗方式中 可以用八段感的工作 令到病人可以有个治愈 或者回复 甚至可以尽快离开 那种情绪困扰的情况 我刚才听到 好像公公婆婆做的 都是站着走着走着 动着动着 其实都不吃力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有些病人去到街上都会破坏 那是否八段感也適合他 这也是正正八段感的第二个好处 就是因为八段感 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得到 也不需要任何工具去辅助你 譬如当我们情绪病 确实会有一段 有些阶段 可能个人动力未恢复正常的时候 可能他连街都不想出 但是八段感 第一最少他在家里 你随时都可以做得到 还有刚才我介绍 其中一个寻求正面情绪的途径 就是练 八段感也都相类似 很多不同的 属于修炼类的活动来说 都是由很多可以定立的一些目标 可以去追求去进步 我们譬如治疗情绪病的步骤来说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鼓励他做一些 简单起步的事情 譬如运动也是 从此当中 一些小的成功 变成一些大的成功 八段感也正正在一个学习的阶段 一个修炼的过程里面 其实是可以有很多很小的步伐 可以慢慢去建立 直到他能够杀到整套 八段感就是八段的 是吗 第一段就叫做完 接着我就小成功了 第二段就可以成功了 这样 这里我就随便介绍我八段感的名字 可能有些人都会问 为什么叫八段感 你讲得也没错 八段感的白显示其实是一百招 但其实他真正来说 他会有一个叫做预备式的 接着再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招 然后有一个修饰 主功法来说就有八招 另外段感其实是因为 他的动作很连贯很漂亮 古代的人就用段感来称呼他 因为我们古代的 比较富有的人穿的衣服都比较漂亮 他们的感酬匹布就是断感 所以名字就是这样而来的 刚才你说的 是否练完第一段 接着去追求第二段 这里有两个层次可以说一下 第一个层次就是 如果真正来说 一会我可能会介绍一下 其实大部份的健身器工 很强调一个集练的肛领 叫做三条合一 其实他所有效果 很主要是因为三条合一 其中一件事就是调身 调身就是我们的动作 姿势要调整好或做好 我们当中有一个要点 就是要连贯 当然如果一个情绪病的人 初头去学习健身器工 八段感的时候 他当然我们就可能会 逐招逐招地教他 所以他可能学成第一招 功法没错 开始学第二招第三招 这也是可以给他一个追求目标 直至他学完八招 但真正去耍的时候 去练习的时候 他需要连贯地做 我们所谓的气就不会散乱 不会离开了 因为我们有所谓 形不正就会气不顺 我们气不顺 我们的意义就不灵 其实反而还是一个反效果 所以真正学习的时候 可以按部就班 但最终我们都会教导他们 要诠释连贯地去做